漫画新作 任大炮 说这个任大炮 任志强啊 最近公开发表一篇文章 炮轰习近平 跟官方公开唱反调啊 原文炮不复述了 大家自己在网上都看得到 官方说要感恩 要歌功颂德 他在这说 我们要追责 说得毫不客气 丝毫不留面子 又放大炮啊 其实大家知道 在这个环境下 你能听到的每一句话 都是党允许你听到的 或者党希望你听到的 所有这种不同的声音 所有这种反对的声音 公开反对的声音 尤其是有一定知名度了 还公开反对的声音 其实是很可贵的 因为你要知道 当事人将承受多大的代价 一旦你表达不同的意见 你可能会失去你的事业 失去你的产业 甚至失去你找工作的权利 他是过来人 他啥都知道 而且各种各样的污名化 泼脏水 接着就会来 因为他不能去跟你辩驳你的道理 你说的这些道理 他没有办法跟你辩驳 因为你说的是对的 他得用谎言压过你的真相 于是他就只能把脏水泼到你这个人身上 他就说你怎么怎么坏 怎么怎么小时候干过什么坏事 以前干过什么坏事 你说这个话就是境外敌对势力 你就是老外收买了的 你就是干了怎么怎么 等等 你看着吧 接下来污水就得往他身上泼了 正如一直以来 汹涌的污水往我身上泼一样 来吧 他无所谓 好 祝福任志强 我也感谢任志强 敢在体制内 作为一个党员的身份 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这么大代价 还敢说这样的话 所以这张漫画 涛 开心的 画一张漫画 也不光讽刺 有时候咱也割宗 原稿 博拜 想收藏的朋友 涛 送给你 送给下一位订阅我肖像漫画的朋友 谢谢你 大家拼命转 涛就拼命化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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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